U-bike停好拿出狼頭朝國稅局的大門猛敲 所以又騎腳踏車大搖大擺離開 員警貨報立刻抵達現場 男子見到警方來了 主動說是自己犯案的 還說受不了法官了 事發在高雄9號晚上9點多 他拿狼頭到國稅局狂砸 玻璃明顯破了一個大洞 滿地都是碎片 警方到現場後 將李南依迴損現行犯逮捕 並查扣作案用之狼頭一把 全案徵訊後 依迴損現行犯移送法辦 經過警方了解 原來這名李姓男子 因為機車違規被拖掉 罰金供825元 他因為最近手頭吃緊 沒有錢繳費 覺得國稅局嚴重影響他的生計 才會動手開砸 只是一時衝動犯案 這下最佳一等 不但愛車拿不回來 還要被移送法辦